贾静文公开未曝光的婚纱照,婚礼后手发声,永远不放开丈夫的手。 近日贾静文在社交网公开了此前未曝光的婚纱照, 在这一系列照片里面,贾静文跟修杰凯显得比较轻松,属于搞怪版本的合照。 贾静文与修杰凯登记注册,三年后才举行婚礼,两人三年抱两,成就了一个爱情童话。 在贾静文举行婚礼之前,他曾公开过几张婚纱照,但都以为美为主。 这种带着生活气息的合照是第一次曝光。 除了公开婚纱照,贾静文也发文向老公修杰凯表白,这是贾静文在婚礼之后首度发声。 他大赞修杰凯为他筹备的婚宴,让他梦想成真,因为感动,因为爱着修杰凯, 所以他才会在婚礼上喜极而泣,无法停止自己的泪水。 贾静文想要握着修杰凯的手,永远不放开,一生一世,不离不弃。 这应该就是贾静文写给修杰凯的情书吧,这也是他对这场浪漫婚礼的小总结。 你们喜欢这对吗?欢迎留言讨论,也欢迎关注我的账号。